目前我们国内的这个肠病毒的疫情大概是呈现一个缓生的一个趋势 那目前国内主要流行的这个肠病毒还是以克沙奇A型病毒为主 那另外我们的内流感的疫情的话 目前看起来整体的这个就诊人次是逐渐呈现缓降的一个趋势 那首先在社区的肠病毒监测 那我们从这张图可以看到近期的话 在社区当中检出的肠病毒主要是克沙奇A型 那最多的话大概是克沙奇A6 然后其次是A4以及A16 那这个是我们目前门急诊的肠病毒就诊人次 大概是7517人次 那我们预期接下来的话会逐渐的缓生 再来的话是我们的这个社区的呼吸道病毒的监测 那在呼吸道病毒监测近四周检出的前三名 分别是流感病毒、腺病毒以及新冠病毒 那在流感病毒的部分目前国内还是以这个A型流感为主 那这个是我们门急诊类流感的就诊病例百分比 那么在上周的话就诊病例百分比大概是10.97% 那是略低于我们的预值 设定的预值是11% 那在上周的门急诊就诊人次大概是81900余人次 那不过因为上周是有这个清明廉价的关系 所以我们还会在持续观察这个就诊人次的一个趋势 which has come from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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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o 我们下期再见